吳佩慈肚藏老二兩個月自嘲 千萬不能挽搖 我的目標是五個 五個 恭喜小巫小姐 又往目標邁進了嗎 上星期她參加良靜如兒子輕聲怕 也因為可愛的安德森才是重點 但王哥視線往八點鐘方向前進 吳佩慈又懷孕了嗎 好 被出現就有了 結果她在微博上說 出高腰boyfriend cut時候千萬不能挽搖 哭哭 並放上兩張生活照 是自禁嗎 的確 這小巫很平坦 上星期她在香港參加卡地亞頂級珠寶站 也沒飄出運位 但據悉她確實已懷孕兩個月 月產期在十月 目前還不知道寶寶性別 因為年紀的關係 就是我覺得要生完五個 會是蠻辛苦的一個工程 我打算全面退出娛樂圈 之後她只參加時尚活動 認真當個全職媽媽 國際規律的生活 偶爾還親切的和臉書網友活動 2月時有粉絲問 你還在餵母乳嗎 吳佩慈回答 斷了 要來準備生下一個 以預告評佐人ING 你生男生的壓力嗎 因為我要生很多胎 所以一定會有男的 所以現在還沒有壓力 比較有壓力的應該是 她和未婚夫季小婆的婚姿吧 到現在還沒有下文 但她私下和友人透露 季小婆從跟她附和帶現在 一直都有長期共識 結婚也是計畫中的事 蘋果亂愛 By the way 他們都懷第三胎了 報導 學民當記者 學民做公益 獨家爆料給蘋果 請體用 照片一千元 影片兩千元 就是如指定的實戰機構 你爆料我捐款